有个如沙的故事 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 如沙是日军鲁头要塞的布防图属 也是哈达河地区抗连游击队的拦截目标 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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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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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我走 中共集东局为了转移截获的如沙 派出了专员接应 戒严的街道冷清的蹊跷 接应人员刚已送 便遭到警察局警备队的疯狂追捕 负责街头的声音 为了保护上级派来的程序 将警备队引向别处 快点快点 快点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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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虽然成功抢出如沙 逃到城外 但追兵紧随 危险并没有摆脱 上级派来的接应人员郭杰到底在哪儿 还能不能顺利地交接 孟宏心急于分 得益于山鹰的掩护 郭杰很快脱身 进入大山林寻找第二个街头地点 郭杰在哪儿 他们搜尾 当人地转发 郭杰在被刀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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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